在王力军事件引发薄熙来倒台之后 一出惊悚悬疑的中共权斗大剧呈现天下 面对中共当局对有关讯息的封锁监控删帖等等 中国网友们得靠翻墙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新闻真相 那么也因此在这场重庆大戏中造就了一股大陆网友们 绕路翻墙聚焦中国新闻的热潮 带您来了解 面对严密的封锁 中国网民找到突破封锁的办法 权力运动组织发起人胡军表示 法轮功网络技术专家们撬开了中共禁锢民众的牢笼 让中国民众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 看清了中共邪恶本质 现在突破封锁主要就是法轮功发明的破网软件 鸽子也就是三级自由门 无界 就主要是这种种 大家都知道也希望了解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第二就是说希望了解真相 目前西方已敢言著称的黄文媒体大纪元新闻集团 新唐人电视台 希望之声电台等 也受到大陆网友们青睐 纷纷翻墙绕道收看 网友点击人数已惊人的速度不断上升 比如政治局的委员的这个名字 他们的名字都是敏感词 如果你把这帖子微博 你有这个词的话 有可能会被这个过滤这个系统 被排除在外 你发不上去 所以网友就用他的智慧变通了一下 比如重庆 他们把这个重庆说西红市 重庆是在西南地区 又是唱红歌 又是一个直辖市 所以网友的智慧就把重庆市 做成是西红市 在如日前传言 周永康被关家宝抓捕 网民发明的说法是 听说康师傅惨遭下架 被天线宝宝抄了 而薄熙来被免职下台 妻子谷开来因涉嫌杀人被拘捕 网友总结为 全球化真的来了 这个现象就说明 中国还是没有真正的开放 反正要是开放 不仅是经济上的开放 还要有政治上的开放 言论自由这方面的开放 你有了开放才能有 对这个国家有建设性的语言 有正常的评价 也有正常的批评 这个社会才正常 新唐电视李军采访报道 有一个经典对我们的项目